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足球 那我们知道1月9号中国足球最后一项赛事 足协杯的比赛已经是全面结束 那么目前国足已经是在上海集结完毕 准备开始新一期的国家队的训练 以备战接下来的市役赛的成绩 那么在足协杯结束的同时的话 2021年度的足球总结大会 也是在成都落下了帷幕 由程序员来主持 这届大会上 其实程序员还是一贯的这种 假大空的这种开会风格 说了一对没有什么意义的话 总共是提出了七点要求 说实话在这里我们也不想去多说 这七点要求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什么要着重发展轻讯 让轻讯跟国际接轨等等之类的 没有任何实际措施和实现价值的这种话语 再次从程序员的口中得出 可以说按照他的这七大目标 要求去规划未来中国足球 2022年的一个事情的话 基本上一个也实现不了 这其中他提出了一点 更是让人非常的感觉可笑和不可能实现 那就是表示要让在2022年 让所有的中超俱乐部实现收支平衡 这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 天方夜谈 就目前这个形式 还让中超俱乐部实现收支平衡 那简直就是在开国际玩笑 对吧 你都不要说中国足球了 你就是在那些运作良好的欧洲足球俱乐部 哪怕是全世界对吧 公认的被最规范的这个德国足球 假计列赛的很多俱乐部 都很难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实现收支平衡 区区中超俱乐部刚刚经历了晶圆足球之后 怎么可能实现收支平衡呢 而在这份会议上我们发现 有一个非常受大家关注的话题 那就是此前足球鞋已经召开的这个流洋计划 对吧 咱们当时也看到了 当时足球鞋的话是公布了一份文件 希望让这个更多的中国国角 以咱们这个足球鞋出钱的方式 去帮助他们 把他们运作到欧洲的联赛效力 然后效仿日本 对吧 咱们先去登陆一些相对比较低级别的联赛 一步一步的去慢慢的向高级联赛去靠拢 然后也让我们的国足能够有很多 来自于欧洲联赛效力的国角 但是这个事情 压根就没有在这个会议当中提出来 也没有提出这个流洋计划 对吧 他在2022年打算输送多少球鞋出去 打算为此拨动多少的资金 去助力这个流洋计划的一个发展 并且跟哪些俱乐部 进行一个对接 目前因为这个流洋计划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他也属于2021年的一个工作的一部分 对吧 目前他取得的成果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这些全都没有在这次大会道中提及 其实这个才是眼下 对吧 对于中国联赛来说 可能最快能够去解决国家队 成绩的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的话呢 程序员压根就 既没有对2021年队已经实行了 差不多一个多月的 这样一个流洋计划 进展的情况作为一个汇报 也没有对2020年做一个展望 同时就像咱们前面提到的 资金的投入 对接的俱乐部 对吧 目前进展的情况 都没有向大家进行一个宣布和公布 所以说 为什么我讲了 这个足球大会开的 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提了一个根本不切实际 也不可能实现非常可笑的目标 然后眼下对于中国足球来说 最重要的这个事情 包括市役赛 包括这个流洋计划 他也都是闭口不提 那看来的话 现在这个流洋计划 应该是已经基本上是到了一个破产的季节 因为推荐了这么久 对吧 目前就只有李磊 去到了一家由中资背景的瑞士联赛的俱乐部 而且还是一只生班马俱乐部 看来想把中国球员推出去 那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足球企业估计也不愿意投入太多的金钱 完了欧洲那边的俱乐部 基本上没有中资背景的情况下 他也不愿意接手中国的球员 而且包括我们看到 就算是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女足运动员 像之前有被这个葡萄牙体育 也就是C罗的母队 葡萄牙体育女足 签下的沈梦露 也是最终没能够在这个球队混下去 最终选择了其他的球队 然后去寻求 去一个更多的一个上场机会 可见啊 这目前这个计划 不仅是男手推进不下去 就连女足对吧 推进起来都是比较的困难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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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